这是一种会爆炸的樱桃 只要受到一丁点的刺激 它就会发出堪比首雷的爆炸威力 就是如此可怕的食材 这个男人现在竟然要将它吃下 因为他正在跟一个大汉进行一场对局 可这也意味着他将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 当爆炸樱桃出场时 连工作人员也是穿着防暴服的 小心翼翼推着小推车 而为了保持它的稳定性 爆炸樱桃一直是处在一种温度为6度的液体之中 大厨小松为了减小樱桃对阿鲁的伤害 他需要将樱桃先处理一遍才能让它吃下 但处理这种食材难度实在太大 一不小心可能就会将它给送走 他慢慢地将樱桃放入自己调制好的液体中 逆常谨慎地拿起小刀处理 此时众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万一爆炸了也不知道他的大鼻孔能不能顶住 可是小松还面临一个问题 那就是处理的时间只有10分钟 到现在他只是切开了一道口子 此时他的脑子里不自觉地想到爆炸后的结果 就这么一会剩下的时间只有30秒了 我怀疑裁判的表有点问题 显然小松无法在这么短时间内完成操作 随着10秒到即时地响起他已经大汗淋漓 这时阿鲁出现在他的身后 毫不犹豫地直接拿起炸弹 瞬间就扔进了他的嘴里 和大家担心的表情不同 莱布则是露出了邪恶的微笑 下一秒阿鲁虎躯一阵同时嘴里冒出黑烟 不知道原因的还以为他体内有座化工厂 接着又是一次爆炸 阿鲁再也把持不住他的身体 跌倒倒在了地板上 黄豆般的汗水瞬间布满额头 嘴里也是发出惨烈的叫声 此时莱布更加地得意起来 但阿鲁让他不要太嚣张 因为我特抹的是钢铁之男啊 早就拥有了一幅铁石心肠 启示着区区的樱桃破得了方 勉强扛下这一击的阿鲁为他们又争取了十分 但可可看得出他内部组织已经残破不堪 不过他体内的美食细胞也在急速地修复着 莱布被惊讶地变成了一个小可爱 因为樱桃是鬼王牌 那么接下来就是交换卡片的时候 可可要了对方的一张200分的速骂柠檬 而他竟然给出了250分的搬惹熊猫 分数上反而是可可这边吃了亏 他是想让莱布消耗自己的体力吗 还是说他在赌莱布打不过搬惹熊猫 在这个时候莱布终于知道可可真正的计划 他也不说破 但是你以为我真的就无法打倒波人吗 莱布透露出一股肃杀之气 但转瞬间莱布就表示放弃搬惹熊猫这张牌 可可眼睛一亮 而那250分自然地夹到了可可队的头上 如此一来双方分数再次拉近 接下来只要吃下酥麻柠檬就可反超 在小松的处理下 那含有一万伏电流的柠檬 被阿鲁整盘倒进了嘴里 虽然他感觉有些刺激 但看起来阿鲁的伤势竟然有些好转 而此时也迎来激动人心的一刻 可可队竟然实现了反超 不得不佩服他一系列的安排 但三联机之后现在轮到莱布出手 莱布淡淡地翻出180分的电力香蕉 这种香蕉的电力高达百万伏 他能安全吃下吗 答案是肯定的 只见他剥开皮后用上自己的烹饪方法 毫无损伤地将香蕉全部吃完 因为在他的记忆中 可是有着相当多的烹饪技巧啊 而刚刚反转的分数再次反转 压力又一次给到了可可 莱布说游戏已经结束了 此时他看着小松的脑子 露出了他那真正贪婪的嘴脸 因为接下来再怎么吃 剩下的所有分数加起来 对面也没法超过他 他得意地宣布自己赢了 那副嘴脸让他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 但可可的一句话把他打回了现实 莱布就喜欢看别人最后的挣扎 既然如此那就陪你们玩到底 他故意选错了两张牌跳过此轮 看看可可到底要耍什么花招 而本场游戏也到了最后的高潮 本当に 良かった 您把猜的动作开 可可可可根千里 这是最关注的 解下 notified 可可可可可 麻烦放下 你们认为 自己认为 自己认为 成功 自己认为